今天我们来欣赏宋徽宗的一幅神品之作《瑞鹤图》 这是他30岁的作品,现存于辽宁博物馆 在画面中,晴空上有20只丹顶鹤在上下飞舞 相传,这是宋徽宗亲自目睹了 都城汴京上空,白云悠悠 有群鹤飞鸣,环绕宣德殿上空 久久盘旋,不肯离去 他认为这是吉兆,于是欣然命笔 将目睹情景汇于圈塑之上 这就是瑞鹤图的来历 卷后,宋徽宗用他挺尽爽力的寿经题 提写了《体记及诗》 最后牵牙《天下一人》 如也书间将于5月23号 和大家一起探寻宋徽宗的艺术世界 敬请期待